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近日的高盛Communicopia Plus科技大会上 英特尔公司规划与投资者关系副总裁John Pitzer 透露了公司执行长陈立武推动转型的核心要点 并且要介绍了英特尔的AI发展战略 他强调,英特尔系一代14A晶片制造工艺与以往完全不同 首次在技术定义初期便让外部客户深度参与 Pitzer指出,陈立武上任后最大的改变在于公司文化 去年进行的大规模重组主要着眼于削减成本 但今年二季度的改革则本质上改变了公司的组织结构和营运方式 大幅减少管理层级,提升了决策效率 加快了企业反应速度 并要求员工重返办公室,推动更高的责任感和执行力 未来几个月,英特尔将聚焦四大优先目标 修复X86核心晶片业务 制定AI发展战略,推动代工业务成熟运转 以及继续优化公司资产负债表 谈及AI战略 Pitzer表示,英特尔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在AI加速器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提升X86业务增长以及发力AI市场 公司期望实现超过传统3%至5%的增长 英特尔认为,其X86生态系统将在AI市场中具备独特价值 公司将努力在AI推理性能和能耗方面实现颠覆式突破 相关细节将在三季度财报会上进一步公布 针对14A先进制程 Pitzer重申英特尔全力投入开发 强调,目前与外部客户在技术定义阶段就已深度合作 有信心确保该制程的工艺成熟度和良率 让客户最迟能在2027年上半年参与设计决策 代工业务方面,英特尔制定了 2027年底实现营运盈亏平衡的目标 Pitzer指出,依托18A技术扩大量产规模 仅凭英特尔自有产品的需求就能实现该目标 无需大量外部订单支持 另外,回答投资50亿美元给英特尔的是 日前推动了两家公司股价大涨 市场显然看好两家的强强合作 受此影响,股价大涨的还有一堆半导体产业链公司 比如ASML、LAM及KLA等 当天受到消息影响导致股价下滑的 则是AMD、ARM和台积电三家 其中前两家不用解释 对他们来说是利空 台积电股价刚开始跌势业界担心 回答会把晶片制造订单转向英特尔 但是之后的双方合作细节中已经排除了这个可能 两边各自的业务不受影响 回答也没有使用英特尔代工的计划 至少现在是没有的 这次合作对台积电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郭明基给出了他的判断 台积电先进制程与AI晶片在数年内都不会受影响 整体风险可控 他认为台积电在先进工艺上的优势至少能保持到2030年 英特尔与辉达的合作也不会轻易改变这个趋势 两边的合作可能改变的是他们的竞争者的情况 比如AMD的PC、GPU及伺服器晶片 还有博通的网络晶片等 他们也会在台积电下单 但是英特尔、徽达还在台积电持续下单 网络晶片往往也不会使用最先进的工艺 对台积电的营收占比很小 因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整体风格是可控的 针对徽达入股英特尔及双方技术合作案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则表示 与英特尔团队经过近一年低调讨论达成协议 美国政府并为涉入 这是一项极佳投资 有望拓展每年500亿美元规模市场 谈到晶圆代工 黄仁勋仅表示 此次宣布重点在于客制化CPU的合作 美国政府过去提到要将晶片制造移回美国 媒体关切美国晶片自制的前景 再可预见的未来将有多少占比的晶片在美国生产 即在美国扩大生产会遇上的挑战 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紧回应 他认为这本土制造很重要 他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及眼前的机会 两家公司宣布合作开发多世代客制化资料中心 与个人电脑PC产品 资料中心方面 英特尔将打造灰达客制化的X86架构中央处理器CPU 个人电脑领域上 英特尔将打造出整合灰达绘图处理器GPU 和英特尔CPU技术的系统单晶片SOC 媒体提问 这项合作是否影响台积电代工 即辉达对于英特尔进一步协助生产 AI晶片的信心时 黄仁勋回应 台积电是世界级的晶圆代工厂 其制程技术 执行节奏 产能 基础设施规模 或业务营运的敏捷性 造就了它成为世界级晶圆代工厂的奇迹 他强调 这次的合作重点在于资料中心和个人电脑等 CPU客制化领域 黄仁勋指出 辉达将会成为英特尔晶片中的GPU小晶片 Chiplex重要供应商 就在两大巨头辉达和英特尔宣布合作 英特尔将为辉达客制化 给予X86架构的CPU 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表示 CPU的晶圆制造 主要仍由台积电负责生产 再送往英特尔代工厂完成封装 根据协议内容 双方将共同开发多款 X86CPU产品应用于资料中心和PC产品之外 辉达将采购英特尔的客制化X86CPU 整合到其NVLink生态系统中 打造机架级AI超级计算机 同时双方也将为PC市场开发 整合辉达GPU晶片的X86SoC产品 黄仁勋透露 他们正在打造革命性产品 这是X86市场前所未见的创新产品 此项合作将瞄准年产值 约500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其中资料中心CPU市场约250亿美元 笔电市场每年销售1.51台 陈立伍表示 这项合作建立在两家公司的核心优势之上 辉达是AI和加速运算的明确领导者 英特尔则是资料中心和客户端PC CPU的领导者 未来将释放X86创新的新时代 为客户创造最佳解决方案 有趣的是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还与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 开启联合直播 对谈两家公司的合作事宜 英特尔向辉达投资50亿美元后 将汇集双方优势并共同开发多代客制化资料中心和PC相关产品 黄仁勋表示目前汇大能在ARM架构CPU的机架级产品中做到NVL72配置 而X86架构CPU的产品由于使用PCIE结构规模备矿线在NVL8 此次双方达成合作的重点就是将NVLink移入英特尔的资料中心CPU 让汇大能同时提供ARM和X86架构的相关产品 黄仁勋还透露 目前X86架构的生态系统还无法使用NVL72级别的产品 他们这次合作就是希望将X86CPU直接整合进NVLink生态 打造机架级AI超算 在问及为何不将新晶片交给英特尔代工时 黄仁勋回应道 回答确实和英特尔有过合作 但台积电的重要程度不可忽视 且目前英特尔IFS的集成空间相对有限 而黄仁勋对此评价道 他和陈立武都承认台积电是一家世界级的代工厂 而且他们都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他们的能力毋庸置疑 不过他们的对话和合作都有成果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